你们吃过绿色的鱼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猪乔 今天再来复刻一道代味料理 酸爽可口的柠檬罗飞鱼 材料是这些 鱼仔杀完了以后480克 拿到清水里先去泡一会儿 我们先来准备配料 大盐碎碎 小盐碎碎 就是普通香菜哈 蒜末 没用了这么多就是多切了点 小米辣碎 这个量取决于你能不能吃辣 姜丝 大葱片 OK菜切完了 得把鱼擦干 我的中国有点小 所以鱼鳍都被我剪了 在鱼身的正反两面 各划上三四刀 正面和背面的刀不要一顺 以免蒸的时候鱼会断掉 然后给它正反面都撒上盐 做个按摩大保健 伤口里也要抹上盐 一不做二不凶 包里面C生刚切好的葱丝姜片 送佛送到鞋 也均匀地涂上料酒 鱼肚子里也别忘了 盐葱姜和料酒 然后把它放到旁边静置 10到15分钟 真是一条有活力的鱼呢 等待的时候调个柠檬汁 加蒜末 姜末 小米辣抹 炒白芝麻 盐 鸡精 青柠檬汁 生抽 大盐四碎和小盐四碎 加水到刚好抹不过食材的程度 搅拌均匀以后 我觉得缺点酸 鱼是又加了点醋 然后这个带味柠檬汁就调好了 准备蒸锅水烧开以后放鱼 小心别熏着手哈 然后这鱼竟然还在动 要不我现在抢救你一下还来得及吗 锅盖觉得来不及了 大火蒸9分钟出锅 鱼大的话要再久一点 盘子下边有好多水 把那水倒了 不要了 要把鱼换到鱼盘里 为啥要换呢 因为蒸锅太小了 鱼盘放不进去 最后把刚调的 柠檬汁都铺在鱼上 有富裕柠檬片的话 也可以再铺点柠檬片 这道云南柠檬鱼就做好了 我鱼呢 还是把鱼头和鱼尾都剥出来了 有点在辣子鸡里找鸡的感觉了 然后开吃就可以了 这道鱼的口感是酸爽可口大 特别适合夏天 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这种感冒性的人 吃起来也不会觉得腻 你也可以换成别的鱼 不过就是罗肥鱼刺都比较大 然后鱼肉比较肥 所以就没有挑刺的烦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 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 我们下期再见